在日本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里,有一个普通的小家庭,妻子患有重病,为了给她治病,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。 于是,在某个夜里,小美姐妹俩被卖了,小美被一个异级场所的妈妈桑买了下来,而姐姐小丽则被卖去了红灯区。 小美作为异级学徒,每天都需要学习异级的各种礼仪和才艺,但是小美出色的外表还是引起了头牌恶毒女的注意。 她觉得要这样下去,自己迟早会被小美替代,她想尽各种办法撵走小美,一次她以小丽的消息诱惑小美。 惊慌失措的小美毁掉了一件非常珍贵的和服,妈妈桑知道后狠狠打了小美一顿,还将小美贬为了下人。 事后小美终于见到了姐姐小丽,姐妹俩约好几天后偷偷逃跑,但小美赴约的那一天,却发现姐姐抛弃她独自离开。 可怜的小美如一簇扶贫,浑身没了动力,小美每天机械地做着苦力,这天她去帮恶毒女送东西。 在一座石桥上,偶遇了一个非常阳光的大叔,小美自离开家后,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么阳光的笑容。 瞬间病冷的心感到了一份温暖,大叔给小美买了一支冰淇淋,临走的时候还给了小美一些钱,让小美遇到困难不要皱眉,好好活着。 小美看着大叔的背影,似乎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,她决定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异技,以后陪在大叔身边。 时光飞逝,小美已经长大,这天她像往常一样偷看异技的表演,却不料再一次见到了大叔,她欣喜异常。 但是却也知道自己只是个下人,只能匆匆离开,没想到出门时心不在焉地撞上了一个老牌异技大姐。 大姐看中了小美的气质,收下了小美为妹妹。 大姐征求了妈妈桑的同意,小美正式开始学习一级促成课程,她需要在半年内学会一级所有的技能。 但小美再次成为一级,恶毒女又将魔爪伸下了小美。 为了保护小美,大姐介绍了西装男给小美当靠山,小美在服侍西装男的晚宴上再次遇到大叔。 小美显得局促不安,自己一直记在心中的人就在眼前,但自己却要服侍另一个男人。 小美心里很难过,但好在付出总是收到了回报,小美还是红了,成为日本铭记。 初夜也被派出了天假,眼看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,没想到突然爆发了战争,所有的一切都没了,小美的生活也变得艰难起来。 不久后,西装男找到了小美,让小美去帮帮自己。 西装男和大叔是生意伙伴,二战爆发后两人都穿了穷光蛋, 现在需要他去服侍一名美国军官,帮两人拿到贷款东山再起。 小美为了大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自此大叔的事业重新红火了起来。 电影的结尾,西装男终于离开了小美,大叔终于找到机会向小美表白。 原来他从当年在石桥上相遇时就喜欢上了小美,一直在等他长大。 后来因为西装男的存在才一直隐忍到现在,小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依偎在大叔的胸前。 影片以小美为第一人称讲述人,从年幼起道具中用的是一种平缓而衰老的语调, 使得这样一个惠谋如生的故事在甘涩中平添了一分苍凉。 小美在辗转的命运中经历了人生冷暖,她体验了幸福与绝望的本质,可能这才是这本回忆录的悲剧之所在。 有这么一个女人,在日暮里静坐,头上落满了瓦英花瓣,她的脸上爬满了苍老的皱纹, 然后用她的皱纹写下了这样一本回忆录。 不一样的电影,不一样的我,良品电影,一直等你哦。